今天回到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真的跌破眼鏡 昨天 美國的紓困案 出現大逆轉 刀匆斯大漲 台股在今天也大漲 更令人跌破眼鏡的是 台股馬上要面臨連續假期 但外資大買超過百億 是台股也要普天同慶了嗎 我們剛來介紹了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資人分析師林永銘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五比五總經理葉國華 大家好 邀請到萬寶投入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財經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老師 大家好 網路觀察家朱學恆 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的資深財經記者 三系達人 余介緣 小圓 今天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趕快帶您來關心的是 川普逆轉紓困案 想不到昨天的刀匆斯大漲 超過500點之外 我們的聯電ADR也飆超過7% 台積電也大漲 聯電到底在反映什麼消息呢 8吋晶圓代工出來太搶手了 聯電追上台積電了 追上它什麼呢 我們等會再來問財總 另外 外資還看好聯發科 補高通中低接晶片的缺貨市場 力挺目標價1200 所以在今天盤面能夠大漲 三檔個股是工程 台積電 聯電 聯發科 對 但是我們假如把台積電扣掉的話 其實今天大盤只有漲49點 台積電一檔就漲了快100點 台積電一檔就漲100點 對 差不多 再把聯發科聯電給扣掉的話 其實沒有漲到 不過我們講為什麼今天 在國慶的假期之前還能漲 因為川普天天出絕招 前天說我不跟你協商 而且還說選錢都不可能 但是昨天講說可以 其中有一部分我們把它獨立出來 比如說每個人花1200元的支票 我願意談 到中時就大漲了530點 其中跟台股連結度高的 台積電的ADR是漲了4.57% 注意一下 這個87塊美元是歷史的高點 然後聯電的ADR更飆 飆了7% 但是很多人在問 一樣是平蓋股 大力光今天下午的法說會 大力光第三季的財報 各項的數字都衰退 都衰退 但是有人說 那你看人家台積電 9月營收1275億 又是歷史新高 然後第三季的營收是3564億 激增了14.7% 比他自己所做的財測的高標 高標是激增9.2% 還要高 所以下個禮拜 台積電的法說會要公告的 第三季的財報 一定是非常亮麗 但是大家更關注的是 第四季呢 亞希的外資估計第四季的營收 還要激增8% 繼續創新高 目標價460塊到600塊 那重點在哪個地方 重點在它到底會不會漲到600 重點就是說 因為台積電的現股 是被ADR帶動的 所以美國股市 未來還要繼續飆 那這個就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了 所以會到600嗎 我們再回來看台積電的現股 來 回到台北股市的台積電 在今天收在453 現在已經喊到600了 會到嗎 我覺得 應該 因為以它第三季的財報來講 500塊是有一點機會 500有機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聯電好不好 因為今天新聞說什麼 聯電追上台積電 追上台積電是什麼 追上它 應該是說在八寸晶圓的一個產能 那我們知道現在居家上班 遠季的商機 這個當中 電源管理晶片 使得八寸晶圓的產能是塞爆了 那它股價是創新高喔 但是我告訴大家 比台積電還強喔 如果以短期來看 對 今天盤中它是16年來的高 一度的漲停板 但是我告訴大家 不要高興太早 換完價搞不好拉回 為什麼 因為它9月的營收跌破眼鏡的 月減 140億 反而比8月減少 所以9月營收是以優 對 好 那你再看一下 今天那個外資 可能是預先得到消息 外資 我們都以為今天 應該是外資大買超 或者怎麼盤中漲停 外資今天針對聯電是賣超 好 聯電的外資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賣了31,690張 所以它知道 大漲外資為什麼賣呢 它知道9月 9月營收會不好 9月營收沒有預期中 這麼好的一個情況 好 我們剛剛談到 在今天能夠大漲的 三檔個股 台積電 聯電和聯發科 當然也要看看聯發科 聯發科長真的長假的 我告訴你 聯發科更跌破眼鏡 我們覺得9月15號 華為禁令了之後 營收要下滑才對嘛 但是呢 9月的營收378億 創下歷史新高 第三季的營收 不僅超越財測 還超越財測的高標 高標是計增30% 最後是計增43% 當然由此一說 有人說 應該是華為在這個禁令之前 囤貨 囤貨 所以採購了聯發科 非常多的這個晶片 讓聯發科9月的營收 暴衝 但是最誇張的是什麼 觀眾朋友 聯發科的股價現在是670 我還在喊到1200啊 1200啊 這個1000啊 當然也先僅供參考 因為聯發科這一波 它有回下來有五字頭 現在回到了這個價位 其實已經相當的強 那我覺得應該是在 價值過後的話 應該有挑戰700的這個機會 但是呢 一下子看到1200 我覺得是太超過了一點 好 這些重量級的個股 到底能不能有續航力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仍然在 今年下半年的 暴富性狂發新機 到底新機賣得好不好 比如說台積電 當然要看iPhone12賣得好不好 那聯發科要來看看 大陸的小米機啦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新機 到底賣得好不好嘛 所以新機賣得好不好 關係到這些個股的股價 能不能持續往上漲 所以小元 你之前就談過 今年下半年是 新機暴富性發表的時候 iPhone12完之後 一頭拉鼓就幾個接著來了 第一個是誰 華為 華為就接在iPhone12的後面 你知道嗎 華為還要發新機 還要發新機 而且發新機 還有很多黑科技 這個大家意想不到 雖然說Angel也不能用 可是他這次隔兩天 10月15號就發表 10月15號 在蘋果後兩天 後兩天 他去年是隔了一個月 結果華鐵爐 今年學聰明的 隔兩天就是要跟他正面對決 他的外觀 基本上你看他的螢幕 是用這個瀑布屏 就是說他螢幕延伸到旁邊來 整個都是螢幕這樣的一個設計 第二個 他後面是視鏡頭 跟萊卡的鏡頭 畫質會非常非常好 好到什麼程度 這個不重要 最特別的是這個鏡頭 有多了一個超級黑科技 他是用什麼 液態鏡頭 什麼叫做液態鏡頭 其實液態鏡頭 在10年前就有了 這個叫液態鏡頭 這個叫液態鏡頭 簡單來講的話 液態鏡頭就類似人的水晶體 有沒有 我們眼球裡面的水晶體 所以你用眼睛在看東西的時候 不會有什麼變焦不順的問題 你看到哪裡就是焦點就在哪裡 所以這個畫面顯示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鏡頭裡面 灌滿水的之後 它透過電壓去控制你水裡面的物質 跟它的硬度 跟它的彎曲度 所以你在看東西的時候 不論你要拉遠 拉近的話 其實都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不會磨掉 就跟我們的眼睛一樣 我們之前不是拉長100倍嗎 可是你放到100倍發現 螢幕都有點磨掉 它這次克服了這個問題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不是直接用望遠鏡頭嗎 手機不是很厚嗎 有沒有 手機不是多了這個很大的一個狗皮藥膏嗎 也是因為有這個望遠性的鏡頭 它這次變成液態鏡頭之中 拍攝全部都可以變得更輕袍更平了 所以說它厲害的一個地方 Mate 40 Mate 40很厲害對不對 另外一個三星很厲害 三星的話 它這次不跟你打黑科技 它跟你打價格戰 什麼叫價格戰 娟姐我現在手上兩隻手機都是三星的 S20 可是不一樣 像畫面上 右邊的這一個是S20的F1版 什麼叫F1 就是Fan Edition 藍色的這一個 藍色的這一個是粉絲版 那這一個畫面上 左邊這一個是粉紅色傳統的S20 基本上這隻手機比它大對不對 然後後面鏡頭一樣對不對 基本上都差不多 然後它比它大 娟姐功能其實差不多 但是它價格便宜得快一萬塊 那那個粉紅色怎麼賣 對啊 可是它就是要這樣子打 差別什麼 那會自己打到自己嗎 對 差別是什麼 後面這個 這是玻璃的背蓋 這個是塑膠背蓋 大概 最大差別就在這裡而已 那其他功能都差不多 其他基本上 基本上差了一個功能 基本上你可能用不到 我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 是它的新的版本對不對 我直接把 你是說熟的這支 熟的這支 我把照片拍到把它打開來 然後設定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這個設定 最快最快 後製鏡頭的話 只能到16比9 這個是4K的大小 這個畫面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傳統的話 傳統的話 基本上我把它打開的話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拉到8K 4K跟8K 對 4K跟8K 可是說實在 4K跟8K 我們有差別嗎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大家覺得說 那這支很兇 CP值很高 所以它賣翻了 所以我覺得三星 它就在打M型化的 旗艦機的價格戰 另外一個 我要必須講 小米 小米真的很厲害 娟姐 我們現在每支手機 第一個 大家覺得很不順眼是什麼 你知道 上面這個開孔 有一個人要開那個相機孔 有沒有 正面反面不是都有 幹嘛一直去看那個孔 我是還好 你是還好 你常常用手機 你就覺得很不爽 但是接下來手機 不用再擔心這個問題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小米接下來 會出真的全螢幕的手機 歡迎上這個 就是真的全螢幕的手機 上面沒有任何的開孔 沒有那個孔 沒有任何開孔 其實這支去年又出過 可是今年出的是更新版本 但它出了第三代的話 插平台以後 畫面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現在看不太出來 對不對 但是你把這個螢幕 用彈色一看 左邊這個有點點霧霧 左上方正中間有沒有 有點有點痕跡對不對 但是新的話 不好意思 完全都看不出來 這也很好 這裡看有 沒有...這久了 你就是做要求的你知道嗎 所以看手機的話 也有強迫症 對 所以說小米接下來 就會出這種全螢幕的手機 而且拍照的話 也比之前好得非常非常多 新的卻是皮膚比較好 對 沒錯 舊的就黑黑有沒有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 這支一出來的話 iPhone 12感覺又low了一擊 所以大家覺得 可能選擇又多了很多了 好 所以心機狂發 會影響到相關個股的股價 剛剛竟然談到小米 我們現在來講小米 那小米快要發心機了 怎麼股價大跌呢 對啊 今天郭敏奇又爆料了 我們先看一下 又是郭敏奇 這個趁你病要你命 華為現在落衰 所以你看8月全球手機的試戰 第一名是三星 22% 華為16% 蘋果12% 小米11% 小米感覺好像也是這個 蠻不錯的 但是郭敏奇講說 華為如何突破川普政府的禁令 有一個絕招 有一招 把他旗下榮耀手機的業務 把他獨立賣掉 賣掉以後 我就不受華為盡力的影響 對不對 可以生存下來 比如說他賣給 任正非賣給 任小菲 那換個人 換個名字 對 就脫離了這個華為 但是榮耀手機 剛好跟小米的手機 不管性價比 配備規格 各方面 都是對打的 那就打到了小米 那就打到小米了 所以你看小米今天在港股 這個股價 一度的大跌 最後雖然拉起來 跌了這個3.9% 所以郭敏奇 這個已經 可能不知道得到什麼消息 郭敏奇說 華為靠分割榮耀來求生 那就打到小米 所以小米在接大跌 所以我們來看看華為 大家都在基於華為 一旦死了之後 或者是 他如果手機銷售大幅下滑 控出來的份額到底誰 能夠拿走 這是大家一直在關心的問題 所以後來發現可能是三星 對啊 因為三星現在全球市場排名 是22% 是第一名打敗了華為 而且它的財報很好 對 這個有時候跟我們想的 都不太一樣 我們本來是說華為 下去的話 小米受賄 好像也不是這樣 結果是三星 然後可能是下個禮拜 要花表的這個蘋果 蘋果可能受賄 但是現在最早花布 初步第三季財報的 說明大家看錯了 真正最受惠的是三星 我們剛剛談到的 殺華為到底空出來份額 會被誰搶走呢 其實美國一波一波的殺 從殺華為到殺中心 下一個到底要殺誰呢 包括中間我們也談過 殺長江存儲 現在要殺誰 我們來看看 美國很有可能 下一個大刀砍向螞蟻集團 會對騰訊支付系統寄出限制 所以螞蟻集團即將就要IPO了 想不到在IPO之前呢 恐怕會遭到美國封殺 那我們知道螞蟻集團即將的IPO 可以說是獨角獸最大的IPO案 全世界都在看 螞蟻集團IPO將創全球最大規模 估值上看9.16兆 想不到在IPO之前 傳出有可能被封殺 確實 因為大家都已經期待這個螞蟻上市 可是連確定的這個上市日期 跟這個成效的價格都還沒有決定 卻先出現了這樣子一個新聞 好 我們先看說為什麼 它有可能會被砍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畫面上 有一個它的APP的這個畫面 你從左上角開始看起 第一個有定位 有定位也不稀奇 再來右邊這邊告訴你 它有所謂的熱點 什麼熱點 其實我們每個手機用了之後 它就會記錄你曾經查過什麼東西 這也不稀奇 可是再往下來 這些廠用服務這也不稀奇 最重要接下來這個部分 它可以裝很多的應用程式 它本身就是個APP了 居然它還可以再裝其他的APP 而且多達超過200萬個APP 可以裝進去 200萬個小程序 對 好 最重要的是 因為它本身是金融機構 所以它跟全世界50個國家 250個金融機構都有做連結 它有一陣式的數字金融服務 對 所以它有這麼多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用了它的APP之後 美國一個右派團體 叫做當前危機委員會的 他就質疑說 用了你這個東西之後 基本上有產生幾個問題 第一個 全中國有11個人 在使用這個APP 那剛剛說的 它跟很多的國際的這些金融機構 都有合作 所以當美國人跟他們來往的時候 使用的 如果中國人使用的這個支付 或者是我美國人透過這個APP 跟你做交易 等於美國人的個資 對 有可能因此都被中國掌握了 因為這家公司背後 中國政府是第二大股東 僅次於阿里巴巴 所以他們合理懷疑 既然中國政府是第二大股東 中國政府的手有沒有可能伸進去 當然有可能 再來第二個 它本身會有什麼人臉辨識功能 所以人臉辨識是不是 利用這樣子 到時候中國很多的異議人士 你因為有人臉的資料 就被監控了 而且你看我們剛剛有定位 所以你去到哪裡 我有冷點 我隨時可以掌握看你跑到哪裡去 而且不要說異議人士 全中國的所有的人 都有可能被監控 因為之前阿里巴巴 就疫情很嚴重 他們做所謂健康 如果大家有看最近的新聞 中國最近不是在放十一場假嗎 很多人到了很多的觀光景點 要進去第一件事情 先掃健康 確定你沒有得新冠肺炎 你才可以進去這個景點 那個基本上就是阿里巴巴做的 都結合在這個裡面 所以表示什麼 全中國人所有的動態 全部都被他掌握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乖 我隨時都知道 你人出現在哪裡 這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們剛說這個當前 當前維新委員會 就建議美國政府 你不要去讓這家公司給上市 也呼籲美國的這些金融機構 你不要幫他成銷 你也不要去投資他 好 所以面臨這樣子的問題 你看到什麼 你什麼時候看過 當螞蟻他自己發這個招股書 就是我們說的公開發行說明書 已經就把那些事情都寫進去了 說我未來有可能會被制裁 所以你要問 他的招股書已經說 美國政府很有可能會對我們 施加出口管制貿易制裁 威脅要對中國和中國公司 在中國境內所指控的活動 進一步的做管制制裁禁運 更嚴格的監管 他說我有可能面對這件事 我已經先跟你講了 你如果要投資我你也知道 對 所以說螞蟻集團他也很老實 他已經在招股書 都已經跟全世界糟告說 你投資人要買 你先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顯然剛剛說的那些事情 確實都有可能 所以螞蟻集團自己就先講出來 這件事情 好 那螞蟻集團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們再往下看到 這螞蟻集團他的 我們先看他的所謂的保健人 其實同時就是承銷商 我們剛剛說 美國這個右派團體說 你美國機構不要去參與 結果你看到 四家這個保健人 也就是承銷商的部分 居然有三家就是美國的機構 A 你看到誰 花旗 柏根大通 柏根史丹利 都同時都是承銷商 所以美國這些機構 根本在商言商 他也不管你那麼多的警告 更重要的是我們關注到 居然台灣也有三個金融機構 都有參股 其中特別注意到的就是潤泰 潤泰銀眼良 他們名下其實認股了1700萬股 他為什麼可以認這麼多 他是所有台灣投資人當中 最原始股動裡面就已經參加了 因為當年大陸有記憶的話 他把在中國大陸的大論發給賣掉 那其實背後名字叫新高 新高零售 他就是賣給阿里巴巴 所以因為當年的 有這樣子的一個交易關係 所以這後來成立了 這個螞蟻集團的時候 就主動問銀眼良說 你要不要來參米咖 銀眼良當然就進去參股 所以要等於把那個錢 給轉到那裡去 當然實際上是不是 把那麼多錢都轉過去 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這件事情是確定的 好 那再來我們再看到說 現在美國政府到底對他 會有什麼樣的制裁 大家想大概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只有制裁 我們剛剛看到APP的部分 可是如果更嚴重的是 對你整個螞蟻集團都制裁的話 哇 那問題就完全 事情嚴重了 那事情就很大條了 因為畢竟整個螞蟻集團 它非常非常大 到底有多大 來 我們先看一下 他的這個財報的部分 好 他是號稱全世界 最強的獨角獸 而且他即將IPO的募資資金 將有可能也會創下 世界的最高紀錄 目前預估可以募到 大概300億美金這麼多 我們先看到這個螞蟻集團 基本上他的收入來源 大概是這四個項目 包含了傳統的這個電商的零售 比較特別的是你看到 他居然做貸款 做保險 還做財富管理 也就是賣各種金融商品 而且大家想說 他是你從支付寶起家的 你應該零 這個電商的部分 應該是你最大的收入 結果居然不是 他目前最大的收入 今年上半年來看 居然是貸款的部分 所謂貸科技 所以大家都說 這個螞蟻集團 到底是一個電商公司 還是一家銀行 還是一家銀行 所以大家說 他是全世界 最不像金融機構的金融機構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今年上半年的獲利多可怕 光今年上半年的獲利 已經直追去年的全年 已經到239.12億了 光光上半年 去年全年才 去年上半年是39.8億 去年全年才241億 所以今年已經 光光半年就已經追到 241億 對 而且我們剛剛講 他預估募資要300億美金 而且最後有可能他整家公司的市值 會來到2250億美金 這個金融的概念是什麼 全世界金融業 他會排第三大 僅次於最大的摩根大通 現在市值是2850億 第二大的是 中國工商銀行 是2580億 他大概會是2250億 而且這家公司很特別 金融業居然 六成的員工都是研發人員 真的是 他們以為金融業應該是很多服務人員 對 應該是服務人員 行銷等等 他居然有六成是研發人員 難怪這樣一家公司 可以賺這麼多錢 好 但是這樣一家公司 是不是有可能緊接著 要被川普制裁呢